台股的阶段性任务 第三季初宣席行情 想要掌握胜算的提高 也有一些技巧 的确 其实如果说 在股票市场上 你要做的 应该看的都是 未来的一个前景 未来的一个方向 所以不管过去 它的成绩再好 未来的成绩如果很烂 这家公司来讲的话 再怎么样 它可能要填息 机率也不高 所以如果说 过去很不好 赔钱赔一大堆 可是未来 每年又要赚钱 而且每年可能成长幅度 都加一倍 你觉得这样的公司 给你去参与除钱除息 你认为怎样 可能填钱 对 填钱填息的机率就会很高 所以从今天 从三个方向 一个是位阶 一个是产业的一个前景 一个是获利的一个成长性 然后这三个地方 你去寻找到 现在是不是适合 参加除钱除息的 股票 当然因为现在离除钱除息 还有一段的一个时间 所以你现在布局 不见得到除钱除息之前 一定要参与除钱除息 为什么 因为我们就要看第一张图 好 这张图你可以看到说 股价月息在这边 横向震荡整理很久一段时间 可是在除钱除息之前 已经大涨一段了 股价在除息之前涨多 而且除息之后要填息的话 可能这个时间就会比较长 而且还有可能贴息的状况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红色这个字是什么 除钱息的一个缺口 如果说在除息之前 它已经涨了很多了 我认为不管再好的股票 既然除钱息都已经涨很多 除钱息之前都涨很多了 我会先建议你先下车 不用参与除钱除息 这就是刚刚杰瑞说的 除钱息前的操作 对 没有错 除钱除息 就位阶 因为你看到已经涨很多了 最近有的股票 都已经涨了一倍两倍了 那你还要去参与除息吗 我认为就不见得 一定要去参与除息 因为这类股票价 很可能在除息之后 它就会震荡 甚至是有压回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种你要记得 现在来讲 其实也许现在到除息之前 还有段的时间 可是有的股票价 就会慢慢的垫高 因为现在公布殖利率 殖利率很高的 也许它在低档区 就会慢慢去做一个垫高 到除息之前来讲 也许就会比较偏向 在高档的一个位置去 因为其实以今年的一个 所谓的大环境来看的话 其实还是比较偏向于乐观的 比较偏向于乐观来讲 其实除息之前 除息之前 它就比较有拉伸的一个机会点 如果说今年的大环境 是很不好的 利口很多 整个大全球股市都在跌 那可能很多的股票在除息 除息之前 它可能都还会探地点 这是你可能需要去做一个留意的 所以反而今年的除息 除息来讲 应该是缓步的去做一个垫高的动作 所以第一张图你就看到了 记住在除息之前 已经来到高点的 你就可以先下车一趟 寻找除完全息之后 再寻找好的机会点 再做一个切入 如果说它的产业前景真的很好 那获利也有成长 那你再去做一个留意的情况 第二张图 第二张图来讲 你就可以看得到说 也许它在除钱除息之前都不涨 如果说这家公司的殖利率 又介于5到10% 非常不错 5% 7% 10%左右 这种殖利率都还不错 那前景展望又还好 还不错 以这种公司 就算不拉的这种公司来讲 应该都会属于一些比较 所谓的成熟的股票 成熟产业的股票 比如说像这个所谓的电信公司之类的 也许有的电信公司 都在除息之前也都是拉了一波 这些公司来讲 可能都是比较于 所谓的成熟型的产业上面 因为它是比较稳定的 所以它的这个波动幅度 可能就比较不大一点 那也可以看到 到时候我们再看那一张图 里面所写的 这个这样的一个股票来看 它会处于在低位阶 那除息之前都没什么涨的 都还在低涨价位区的 那反而这类股票 你就可以去参与除钱除息 为什么 因为除完全息之后 反而就有机会 拉升上来一波 因为它相对处于在低档低位阶 所以它可能就会稍微涨上来 可是老实讲 以这类股票来讲 它的幅度一般都不会太大 一般都不会太大 这样除钱除息 有殖利率有到5% 除钱除息之前都不涨了 那一般来讲到除完息之后 有涨 其实它的幅度也都不会大 这个个股的重点就真的是在股息了 对 它就比较牛皮的 对它就比较牛皮一点的 然后再来的话 另外第三种 你可以看到说 这种就是在于说 除全息之前不但没有涨 那没有涨来看的话 反而除全除息之后 又掉下来了 又掉下来的一个情况下 它填息的一个几率 就会比较高一点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如果同样的殖利率借5到10% 然后产业是平稳的 那这些股票来讲 可能填息的几率上来的话 就会比较大一点 那刚刚第二张图来讲 我再稍微解释一下 第二张图来讲 就是刚刚我提到了 也许在除息之前 它就慢慢电高的那种 就是5到10% 那它可能在除钱除息之前 就会也会慢慢的电高 所以你可以特别去参与除钱除息的 应该就是属于第三种 第三种 对第三种来讲 就是在除息之前 它依然没有什么涨的 而且是排平稳的 尤其这种股票 你可以参与除钱除息 那你如果不参与除钱除息 其实也可以的 为什么 因为它毕竟 如果是说除钱除息之前没有涨 那除完息之后 不见得就会往上大涨 当天 如果说不会往上大涨 你其实你慢慢去接 你还是会接到除完全息之后的低点 所以你可以不用参与除息 然后反而可以去参与到 后面填息的这样的一个行情 所以这位股票来讲 你可以参与也可以不用去参与 可是不用参与的时候 你就可以在这个除完全息之后 早点去做一个切入的动作 那你要除完 你要去参与除钱除息 也许你就是比较长期的一个投资的角度 你就可以不用去做一个来来回回的一个操作 你就可以摆着 这种股票来讲 就很容易填全填洗回来 所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然后寻找一些比较位阶适合的低位阶的股票 去做操作 也许现在刚刚提到了 因为现在离除钱除息还有一段时间 所以如果说以第二种的形态的 他现在还在低档区的 还没涨升上来的 也许直率还不错的 你可以慢慢的在这时机点就去布局了 去布局 然后也许他在除息之前 就会慢慢的去做一个定高的动作 那第一种现在已经拉了很高的 那我觉得你就猜行观望的一个态势就好了 所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做除钱除息的操作 应该会是比较好的一个操作策略 那我今天准备的这张表 其实这张表没有 不是说我要给大家推荐的特别意义 这张表是我现在从整个殖利率的排行榜上面去抓出来 然后可能觉得还不错 可是因为有的股票都已经涨升上来了 那涨升上来来讲 可能你就不用急着去做追价 可是有的股票还是在低档的价位区 我们就来看一下 比如说像国具 国具也好 华尔科也好 其实现在来讲位阶来看 我们看它的现行都是属于在低位阶 可是殖利率真的是非常不错 国具公布出来配45块钱 殖利率是14.2% 华尔科还没有公布 那华尔科来讲的会不会更高 我也不知道 可能应该也在10来%左右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现在未处于低位阶 低位阶来讲的话 你要留意到说这个产业 未来还有没有持续降价的一个情况 我们刚提到你要从个股的位阶 然后再到产业趋势 再到获利的一个成长性 所以如果说现在来看的话 以我对产业的一个研究 我认为三月份的一个营收 就是我们放下回来 可能就陆陆续续公布三月份的营收 应该可以看得到说被动元件这个族群 三月份营收开始会有回升 跳升上来一个情况 所以是不是也代表 产业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 这就是你就可以特别去做留意 因为毕竟来讲现在车用 车用需求还是非常大 高阶这边来讲需求还是很强 所以不管是在日本这块 春田还在低际 低际大家最淡的时间点 它还在涨价 涨的是什么 涨的是高阶电车用这一块的一个 所谓的被动元件 所以反而如果说被动元件 真的产业前景没有到那么差 就算今年是持平的 今年是持平的一个角度来看 其实股价修正到这个位阶 配合到现在这样的一个殖利率 有14%的殖利率 我反而认为它应该是有机会回升上来 不管怎样在出现之前 这样位阶这么低 应该就有机会像刚刚提到第二种 它慢慢的往上去就会跌高 那南亚科来看 因为其实位阶也不是很高 可是问题就是说 现在还有降价的一个压力 当价降的压力来看的话 可能对股价的一个 所谓的这个拉升的一个幅度上面 就会比较小一点 所以在这个股票上面来讲 可能你就留意到 所谓的区间的一个操作 另外润农 润农其实我们已经介绍很多次了 在除息之前来讲的话 去年年底也要到今年年初 其实一直提到润农 它是一家还不错的 职利率蛮高的 其实润农其实在公布 殖利率的一个 配息的一个政策之后 其实股价已经大涨一段了 1808的润农我们看一下 它已经来到高档的一个位置区 所以这样来看的话 它已经大涨一段了 可能就比较不适合了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 第一种的一个那种图形一样 先涨 对 已经先涨了 那在这边来讲 可能就才行观望的一个态度 尤其有的 有的可能续报就好 如果没有的 尤其就先观望 甚至找其他的一个股票 所以下面的这些股票来看 比如说像环球金 那环球金来讲 也是在比较低位的一个情况 殖利率也还不错 所以我反而认为环球金 这个角度来看的 也是还可以 那长滑 长滑其实已经涨升上来了 所以这边来讲 可能就采取比较观望的态势 所以也代表说 在除全席这一块 你如果要去寻找 要去参与的 可能还是要一些操作的一个策略 去做参与的动作 好 两位专家也拿出自己 这个除全席的一些小paybook 那汉陈老师 向从位阶做思考 从选股上 低位阶做出发 我们休息一下 掌握最后的时间点 那今年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的行情规划 稍后听听杰瑞的看法 第四季的行情规划